当时提分手真的是我一时冲动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段感情里她一直占主导地位 就连分手都是 她明明就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和我复合 我也不是真心想分手 只是想试探一下她 其实我也想和她好好在一起 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离开她 现在她又来挽留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陈二十八岁来自河北老师 有请 小杜二十六岁来自天津行政 有请 这位是 现在也不算男朋友吧 曾经的吧 前男友 前男友 这位是 不算前女友吧 不算前女友 那就是女生想跟你分开 你不行 那就是男友 你这么多站在家里 哪一位是 你这么多站在家里 我算男友 你怎么还有女友 我本人就就损定了 那就是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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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们 你的 你 很多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想带他来见见朋友 结果当天呢我问他好几次 我说你来不来 我把他位置都发给他了 然后后来打电话 一开始是接不通 后来直接关机了 然后弄得我当时跨年那天 特别特别难过 特别尴尬 跟朋友那边都快说不过去了 那会儿刚接触 他那会儿叫我吧 我就不是很想去 我当时也没有答应他 但是后来他就是一直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想那就去吧 但是去的过程中 确实是当时发生一些意外 手机丢了 然后就没去掉 不是 手机丢了 我跟你发过我们在哪儿玩 你可以直接打车过来 而且跨年马路路上那么多人 你完全可以借个手机啊 这是很难做的事情吗 你如果想来 你怎么都能来 这个话我同意 这算一次 还有吗 从那次之后 说实话 其实我不是说不懂事啊 我也理解 那手机丢了谁也不想 是 那他不开心 其实我 我当时也想 如果说我不一个劲儿叫他 他是不是出门 也不会着急丢手机 我当时其实是这么想的 还挺愧疚啊 就是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遗憾 当然 我肯定觉得这个事 第一次正式想介绍大家认识 这么不完美的结局 我心里肯定过也不去 然后后来我就是 也是一直在知道机会 我说能不能够多来几次 跟我朋友 好好地再认识一次 但是我很多次叫他 他都不出来 就是说不方便啊 有事什么的 反正就是不出来 就一直等到特别的节日 就是我那个生日 我跟他三番五次说 我说你能不能 我们一起 就是给我过生日吗 他来吧 来了之后 首先就没好脸 给我朋友那边 后来他也直接 算不着走了 留我一个人再算 对啥 当时我去的时候 一屋子人全是女孩 然后还喝酒了 当时那个气氛 我进去 一般人就开始起哄 我是一个很怕生的人 然后当时那个气氛吧 就挺尴尬的 他们就有说有笑的吧 然后讨论的都是女孩 那种话题 就搞得我挺尴尬的 我就找了个角落 我就自个人往那坐着了 后来是啥 为什么走 因为我坐那好好的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 起哄了就开始 一般人起哄 他的朋友们 就非要让我当上他们面 就是我们俩亲一下 当时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大的基础呢 而且我也不喜欢 在这个人前去表现这个 就感觉像小丑一样 反正我的性格是这样 但是他朋友没完没了 我也不好拒绝 那我就是 我就走了 但是没有摔门 没有那么严重 那本身我们当时 就已经谈恋爱了呀 我跟他当时就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那我的朋友们也是想是 想看看我是不是就找到一个 喜欢我的男孩 他们肯定也是关心我 想看我俩好好甜甜蜜蜜的 那在朋友面前亲一下是怎么了 就那么难办吗 你羞涩 羞涩 那再说了 你要是说不舒服 你可以好好跟我说 总不至于说一言不发 别就走了吧 再怎么着把生日过完 也是应该的呀 不是不会应对嘛 年轻嘛 你要跟曲总去这事 一定应对得很好是吧 你会怎么说呢 你又不想亲 你当时会怎么说 教一下 我怎么会不想亲呢 你会想亲是吧 对对 肯定要亲 OK 好好好好 所以他的角度是 好像这个男生 不是特别喜欢他哦 喜欢的话会亲的对不对 米娜老师也是这样的 你看 我单纯了不是 对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 而且我朋友他们都看在眼里 行 就他们看也很奇怪 行吧 这就算有点设恐也没什么 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的 刚才说这个生日事 从那之后 我朋友他们不是挺尴尬 都看在眼里吗 他们也觉得就挺无语的 说白了 他们也在劝 让我就是跟他分手 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 本身也是我先追的他嘛 是不是就是我太主动了 然后让他觉得 对我的感觉反而更淡了 可能就一开始也许就不喜欢我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我想说如果我跟他说分手的话 想看一下我在心里 到底有什么分量 你提出分手了 之后呢 之后我就没同意 我就觉得我不是不喜欢 我只不过当时不知道怎么说 后来一直跟他道歉来着 我说我会改的 反正到后边就过去了 算是 你道歉 当时你道歉到的 话谁都会说呀 你还跟我承诺呢 你说让我们好好相处 在一起 等到我们一百天纪念日的时候 你再给我准备一个 特别大的惊喜 你会用心去准备的 结果当天呢 当天连惊喜根本就没有 他把这个茬全忘了 当时你知道 我是上了一天课的那天 然后临时又加课了 确实是忙忘了 但是晚上我带他去吃饭了 你上课你有工作我知道 但是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临时加课呀 我下班之后 我去你公司的时候 还等你你好久 那临时加课 也不是我决定的呀 那你说你忙忘了 那为什么我就不会忘呢 你说过话我都记得 而且一个男生他承诺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说你承诺过东西 你也做不到 要不是说我当时 就比较心软 因为我们当时分手之后 他确实整个人就变样了 就是朋友也跟我说 他就是整个人又很消瘦 又不吃不喝这样的 我那时候特别心软 然后我就想着说是 尽力去理解他 当时就是脑子想得特别少 然后我还甚至去 当时反思自己 我说那他能陪着我 是不是也就挺好的了 那如果说我们的矛盾 就是因为朋友啊 因为外在的一些原因环境 有些矛盾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是单独相处 我就想去尽我所能 把这个感情去进行得很好 就是努力呗 对 然后我就说 单独去创造一些机会嘛 结果没想到就是 逛街也不开心 逛街有啥不开心的呀 我跟他逛街 只要是我不说或者不怎么样 他一点计划跟那个 就是想法都没有 就是像个机器人 像个木头人一样 他也没觉得说 你这衣服好不好看 还行 这个饭好吃吗 还行 那你渴了 他给你买水吗 会问你饿了吗 不问 就是为了自己说 这个有点不太能理解 这是为什么 你需要什么 你跟我说就行了 我没有说 这不是你需要观察的吗 小子 就是没有这方面想法 我就觉得 你跟我说了之后 那我去做就可以了 不是男孩子 至少要学会照顾人 你知道吗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去办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那你 需要我做什么的话 你就跟我说 我肯定会同意的 那其实后来 我跟他说 他也没有同意 我们去年五一 说去旅游的事 那个时候 我就是主动跟他提的 我说我们五一假期 去旅游 我已经把我们要去的 这个地方的票 跟酒店都已经订好了 我就觉得说 我都把我能办的 尽量都办到 给他减轻一些负担 然后我们俩都 直接拎包就走了 就开开心心的 结果他当时 第一就是当时没同意 第二就是还 我认为我的 这就是因为我 还要去旅游的事 然后就像个人 这就是经营了 我只能要去旅游的事 我就是过去旅游的事 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去旅游的事 我可以去旅游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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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诗人 他要是诗人 李宗盛 您的诗人 李宗盛 如果他真正爱你 就算他不愿意 他也应付一下 因为那是你的生日啊 你是主角啊 他为什么演都不能演呢 他多么的不喜欢和你在一起 所以我后来就是跟他说的分手 可你没有分啊 后来一次又一次的看电影世界 然后呢旅游世界 画画世界 一次又一次再啪啪地打你的脸 那次我跟他说的那次我跟他算分手之后 他过得挺不好的 我朋友也跟我说说他因为我跟他提分手 然后就是各种就是 他过得不好是因为离开你吗 我当时觉得 你以为是 我觉得是我害的 哦 你害的 一个如此践踏你对他的爱的人 值得你去为他说 哦 对不起我伤害了你 不 谁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 跟你无关 我当时确实就是想特别少 你就是一厢情愿啊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男生 你真的不爱这个女人 真爱的话 一起去旅游 他煞费苦心地订好了票 去那么美的场景 让你想把他美丽的场景 留为永恒 你却不 你被那个风景所痴迷 你那是用心了 但是心里真的没有他 无数次对比 你的同事和他 你的那幅画和他 你的前女友和他 别骗自己了好不好 就这样 前女友不管真实生活中是怎样的 但是看那一幅画 我们大概就能看出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代表了你心里头有哪些情绪 对比赛 good的 你安静 你快点 比赛 你快点 你快点 快点 你快点 比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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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这一段时间里边 给我很强烈的感情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自己跟我说的分手 现在又联系我 就是你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么对你用心的时候 你没有给我什么好的反馈 现在又来找我 就是哪怕你说什么 我觉得都很难去相信了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带来的美好爱情 请回两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预测一下结果 这个可能是双不出 双出 我觉得女出男不出 女生最后听见问题 她没有回答 她可能还会想等一个答案 双不出 来 看 解 咋了呀 就是错过吗 以后好好珍惜吧 其实 这么炙热的爱也挺不容易的 还是 希望有一个 好的结局 就行吧 那你就画画再去追她呗 好吗 谢谢你 请回 看这句话说得特好 还是想要一个好的结局 祝每一位朋友 可以抓住你们手中已经拥有的